港医官 大家好 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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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前插进22天吃毒品的案件 国际政办后在现场插进大麻毒品五包 还有电池房和吃大麻和安非他命吸収的器具 毒品分成体还有手机的增幅 现场进大会就由头在来总共有三名 20天以上进版 经过了解 泰国级的仪冠原地是向其他人来够买大麻 来吸収 只要任何自己装就能不用花钱 再来够买毒品 在9年11月期间 向不明人书处得大麻的经济 主要在因因人体来合适整体大麻的技术 选定偏偏的高区 合体的客宾 将大麻经济来在整体 客宾的矿地来三片 金峰的茶器 并且成功不较出大麻灾 共青整体大麻外资是自己来使用 而不反省 金峰将会吃食堆茶 大麻经济来玩 还会有换买给AUA药咖来吸収 本所目前查获外籍移工吸食毒品案件 并扩大侦办向上溯源 巡线收报 现场查获大麻 毒品五包 毛重42.4克 电子棒秤两台 大麻吸食器两组 安非他命吸食器两组 毒品分装袋及手机等证物 并带回药头 阿某等两人 及药角 班某等三人 外籍移工移送侦办 据了解 太籍移工阿某 原本向人购买大麻吸食 之后认为自己种就可以不用花钱购买毒品 于去年11月间 向不祥人士取得大麻种植后 上网在影音软体学习种植技术 选定偏僻郊区合体西边将大麻种植 栽种于西边空地 试图躲避警方查器 并成功培育出大麻植株 公称种植大麻活株 仅供自己食用 尚未贩售 警方将持续追查大麻种植来源 即有发卖给下游药角吸食 这个分教党 颜柏川就表示 目前回到事 苏格旗艰 很多青少年 学生 会到食杭的流行的野店来消费 她大麻 还有生兴土品 留定定因生地 真正的重生 青少年 若是一步生意 就会遭受到 毒品的危害 依中海星星 这个案件 差到在政 还有持有大麻的环境 都已经触犯 毒品危害 风帝丁雷的重生 甚麽不可以来依新企务 这个分局在书记在行青春转眼期间 将其需要刨根溯源 电影骚到企务的拐心 青春转眼期间 这一家乡彩虹报道 你过马路怎么穿到这样 你不知道 现在过马路很危险 马路如虎口 这样很安全 不用啦 现在过马路 如果没力量行人 有加重罚则 现在变得很安全 你放心啦 这样我就放心了 这样我就不用拐了 好 不错喔 我们现在就是要提让行人 台湾现在很多你看过马路不敢过 你看车来就会怕 所以我们是人让车 那现在台湾要整个要改变 我们原本就是应该车要让人 对啊 所以现在台湾要较重处罚了 如果你没有让人的话 那你的罚划会很重 大家不用怕 现在要过马路 不管你是塞车还是驾驾驶 一定要让行人要过马路 一定要让他们先过 不然会加重罚划的罚券 所以现在政府很重是这个 所以所有塞车 驾驾驾驾驾驶驶 驾驾驶驶的人 看着行人要过马路 一定要让他们先过 一定要让他们先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